第29題 小雅在三個相同燒杯中 各加入50公克溫度20度C的甲乙餅三種不同的溶液 放在相同的穩定熱源上加熱 得到下表的資料 若甲溶液從20度C加熱到40度C需要1000卡的熱量 以溶液由32度C加熱到56度C 也需要1000卡的熱量 則餅溶液從34度C加熱到90度C需要多少卡的熱量 甲是熱源供給的熱量均被容易吸收 我們看到甲從20度到了40度 他花了兩分鐘 我們的乙呢 從我們的32度 到了56度 他也花了兩分鐘 也就是說 他兩分鐘會吸熱1000卡 吸熱1000卡 我問我們的比 從34度 要到90度 那麼他需要花的是4分鐘 所以兩分鐘呢 是要有1000卡 那4分鐘呢 就應該是2000卡 所以呢第29題問我們說 秉溶液由34度C加熱到90度C需要多少卡的熱量 我們答案呢 選擇是B 2000卡 是B 適合 勢